我发了一条我爸在国外无聊吹口琴的视频 引起了网友的共鸣,说父母在国外无聊 既然有位粉丝姐姐带着他妈妈邀请我全家一起去玩 他开车来我家接我,说带我去吉隆坡的海边 从我家开车一小时二十分钟到达 我们带来吃的和赶海的工具 阿姨笑着说终于可以唱快的说中国话了 当我爸走进海滩,我看到他脸上兴奋的笑容 我们正赶上退潮,这意味着可以解海货了 当地人用竹签赞言的方式把一个个称子吸引出来 没一会儿就有一口袋的收获 看永南牌里把一个个险子找出来 一会儿就有一桶的收获 我妈一直问我,都周末了海滩人怎么还这么少 在这里捡到海楼的概率很高 而当地人呢,看我们捡到的东西都不稀罕 捡了一个小时,孩子和父母丝毫不感觉累 粉丝姐姐说,他跟我的感觉一样 把父母带到国外,老人语言不通,就会感觉无聊 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亏欠父母很多 这次呢,我们把父母聚在一起 他们一起赶海,有说有笑 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小团体 来这几年啊 我妈在这儿吃电机场 我在这儿十一年了 平成黄昏,听着乐队的表演 一起坐起来吃个晚饭 一起等待日落的到来 我和这位粉丝姐姐说 如果在吉隆坡做个组织 把我们的父母组建成群 定期聚会游玩 希望能让他们有自己的社交群体 也不知道吉隆坡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需求